南投市立幼儿园日前举办毕业典礼的活动 为了免利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即将迈入另一个求学阶段 能够努力来学习 县员赖燕雪、曾正妍、陈汉莉 以及张维华也都亲自到场献上祝福 县员赖燕雪除了祝福小朋友们 面对未来新的求学阶段 能够勇猛精进之外 她也会持续来关注教育问题 让学童能够更安心地来学习 那么教育就是一带接一带 一棒接一棒 教育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从小灌溉养分越多 树长得越高 小朋友学得越多 所以燕雪常起来都是在我们教育小组 也关注我们的教育政策推动 所以今天特别出席这场毕业典礼的盛会 也带来满满的祝福 县员陈汉莉表示 现在的家长都有外地教学资源 较好的迷思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与学校配合 增加孩童留在南投就读的诱因 让南投的子弟能够留在南投发展 感谢这些父母们 第一个他们不迁及 第二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些 补助跟小朋友的福利 是否更加的好 让这些年轻人 更有信心地来生小孩 更有信心地把小孩子 在我们南投县来教育 建议员曾正言除了感谢南投市公所 先办幼儿园的用心之外 也表示南投县生育率逐年来减低 也鼓励年轻朋友能够多生育 过去到现在差跌到十倍 希望说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 少年朋友才能够生育 成就也生育两三个 因为你一个国家要有幸福 要有进步 一定要有动力 有动力就要靠人力 没有人要怎么做货 一定要够生育 看到小朋友在台上卖力的演出 也表示公所对于新办幼儿园的用心 县袁张维华除了肯定是公所的用心之外 也感谢县府能够新办免费营养午餐 减轻南投县家长的负担 那现在又多家里一个叫幼儿园的部分 也可以吃这个营养午餐 免费营养午餐 那我们县政府这一例 也是非常的关心我们 所有的这个托儿园幼儿园的 这部分的小朋友的健康 也希望这个能够减轻我们现在 爸爸妈妈一些负担在这个中餐的部分 在小朋友参加人生中第一场毕业典礼 即将迈入另一个求学阶段 议员们也祝福小朋友们能够努力学习 将来也能够为社会贡献行礼 记者陈维一南投采访报道 给您更感写地